今天是2024年6月30 今天我们来继续再讲一些 矩阵和向量的一些inquality 关于他们的norm开始吧 好的老师 这个是一个improve版的矩阵和向量的norm 然后首先第一页还是它的definition 这个我们应该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页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些不等式 然后就是在左边这个情况 然后我给了一个例子 没有写这个N是啥 N是三 这个例子写的应该没啥问题 但是你的x2norm是14 你为什么没有给计算过程呢 你的1norm是6也没有给计算过程 好的我理解 下次我们把计算过程加上去 然后是matrix的一些norm的定义 然后就是这个是一些matrix的 他们的不等关系 然后就可以在底下两个paper里面 找到一些关于他们的引用 如果不知道该怎么抄 就可以去第二两个paper里面找到 然后这个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假设我们有一个这样的A矩阵 然后这里我也没有写计算过程 然后这个我下次会加上 这个例子给挺好的 因为就是说就是矩阵的话 你如果给一个就是dance的矩阵 其实比较难 你现在给了一个就是diagonal矩阵 作为第一步 然后就verulite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例子 计算去理解一下这东西 再往下 然后这个是一些老师以前的paper 并不是一个slide 这是一个paper的截图 你需要如果你需要想 想给大家解释这东西呢 你应该想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你觉得这一页slide跟你前几页slide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 我应该把我需要讲的东西挑下来 对你还是挑下来 或者你把它自己在slide里面放出来 都可以吧 就是你这样的 感觉好像不是很有意义 可能也有意义吧 我不是很 希望就是后面做这个slide的学生 能把这个链的每一条 做一页配置 简单你输入一下吧 这页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下一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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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页 没了是最后一页 OK 他这个slide呢 前四页都是非常好的 他给了一些例子 那后面几页呢 就单纯是一些截图 接下来再做这个方向的slide的同学呢 你们可以继续这个去提升一下 就是你不一定把这些 一次在一次slide里面 把所有的incal都讲了 但是你可以讲一些 然后说给一些例子吧 试图去通过这些东西 然后OK 今天这个视频弄得不错 我去把这个视频剪一下 拜拜 OK 好的